她多么温柔,她应该是我的妻子,可是我们却不得不忍住内心的疼痛这样去分离,是我太俗气了,总是要追求人间烟火,相守的宁静,没有一颗真正的道心。 还是要说我年纪不够,一颗心里泛起了泥沙,还不能够沉淀,沉淀出至轻看破之心境,所以才会觉得如此放不下吗? 我没有答案,只记得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俗世之人就那一杯黄河水,不是吗? 一个玻璃杯子,去盛起一杯黄河水,那总是浑浊的,那些浑浊是恶,是丝,是纠缠与不甘,是不放与执着,修心是恋,忍受各种割断与不舍的恋,痛, 但修心也是沉,沉淀下来那些繁复于内心的最深处,在慢慢地烈化。 就好比一杯浑浊之水,经过沉淀,也就成了清水,已经和泥沙分离了。 缓缓缓地倒出来,泥沙就可以抛去了。 练雨沉 师父,我是真的在体会着,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答案? 还是觉得痛,太痛了,我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 如雪察觉到了,她敏感地问我, 正义,你怎么了? 我勉强地挤出一个笑容来。 没事,就是想起你要留在这儿,心里有些难过。 如雪暗人,然后就是平静,牵着我继续朝前走, 只是一句话轻轻地飘进到我的耳朵。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何必再去想, 不若就这么安静了岁月, 回忆总是不会变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是轻轻地嗡了一声。 面具之人所住的地方是在树林边缘的山脉, 或者是我们看见的那个若隐若现的山脉其中的一小段。 我不怀疑他们能有能力去建造房子, 但是他们所选择的却是住在洞里。 因为要等着龙墓的开幕时间, 我们在这里等待了三天。 这三天, 应该就是我和如雪相守的最后三天。 或许是因为不再是那一年, 那么年轻的岁月。 我们也不像当年, 就如世界末日道理一般去相守那般, 反而是选择了一种宁静自然的相处。 炼与沉, 这是需要沉淀的时候, 我们何尝又无事在做呢? 在这三天里, 我也发现了面具之人们的脆弱。 因为我们的存在, 他们几乎在自己所住的地方不会摘下面具, 吃饭也是尽量地逼弃着我们。 他们对人类的恨何尝不是来自于一种渴望与自卑呢? 面具之人一共有两百多个, 据说这都是他们全部的族人了。 而我们的身份经过这三天的相处, 我也已经知道了, 他们竟然是混血儿, 确切地说, 应该是妖物和人类的孩子。 这的确是一个太过于匪夷所思的答案。 现在的生物学早已经证明, 人类不可能和动物的基因结合。 但是妖物恐怕科学会推翻妖物存在这一说法, 也就不存在有这样的研究领域。 我原本也不愿意相信,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没有办法去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 其实他们那种混血的血脉已经很稀薄了。 智虎长老就是一个人与狐妖结合的后人。 他告诉我, 在巅峰的时期, 他们的族人有两千多人, 到如今也只剩下了二百多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血脉是乱的, 生产是异常的困难。 而如今族里每天一个小孩, 人类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明显, 兽化的特征却越来越弱。 我们若不是灭绝, 那么就是最终会成为真正的人类吧。 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不用躲在这片林子里, 一直到我们毁灭。 这是智虎长老对他们一族最后的评论。 关于他们这一族的历史, 为什么会到这里来追随一条龙? 智虎长老始终不肯告诉我, 他只是说了这样一句话。 相比于动物, 人绝对是更无情的, 怪对他们作为万物之灵的地位。 为什么作为最顶端的存在, 不能多一些包容, 多一些善良和仁慈? 不如己意, 不与己同时, 就要选择无情的伤害吗? 不管是语言和爱是肢体上, 总是给予伤害, 总是把自私赤裸裸地展现给世间万物看见。 你给飞翼族类的存在在看笑话吗? 看你们如何对万物无情, 看你们如何内斗。 如果有一天, 动物学会了思考, 第一个该笑话的, 就是你们人类。 智虎长老并没有给我答案, 却又想给了我答案。 他的话让我久久无言, 久久地沉默。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 人类走向了宇宙, 是不是也是给宇宙的存在看笑话? 会不会指着我们说道, 看他们, 这一个星球就分了一百多个国家, 好好笑啊。 彼此字牙连嘴地抢夺资源, 严格地金字塔形式划分同类的等级, 他们都忘记了, 他们是一个星球上的存在吗? 或许是我想多了, 不过这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了。 尽管只有三天, 一切如梦似唤, 我竟然存在于我以为这个世界上 不会存在的人种之中。 在多年以后, 有一个狂热探命的朋友来找我, 严肃地对我说道, 西游记是真的, 这是有考据的, 人们凭什么认为异样的生命体不会存在啊? 在古时候, 东西方的交流几乎是不存在的时代, 在华夏的传说中有妖怪, 西方有兽人, 你难道说这是人类的共同想象力的巧合吗? 天哪, 这不可能, 你要知道,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多么的巨大。 当时我很淡定地反问他, 或者, 这也许是巧合吧? 东西方不也有太多的巧合吗? 我是指在神话传说上? 不不不不不不不, 这绝对不是的, 或者是因为现在的环境,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你也知道, 人类历史上有空白, 说不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 那位朋友的眼神狂热, 而我很冷静地问他, 那么假定兽人存在, 什么狐狸人, 雄人之类的, 你觉得, 会存在于现代社会当中吗? 哦, 这不可能, 你是关于狼孩的故事看多了吧, 就算倒是也不能证明他们存在过。 朋友的眼中显出了戏血, 我又追问了一句, 那或者你会怎么对待他们? 哼, 开玩笑, 我的态度重要了, 恐怕早已经被人围观了, 然后指指点点了吧, 最后, 修奋而已, 不然就是没有自由。 朋友说这话之后, 又喝了一杯酒, 然后我只能笑着无言, 我是狼孩的故事, 看多了。 三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但也平静而安逸, 和如雪相守, 听听智狐长老那充满了智慧的谈话, 觉得这里真的是一个一入便能弃凡尘的地方。 但这里毕竟不是真的龙墓, 真的龙墓到底是什么, 我还猜测不出来。 我唯一遗憾的地方就在于, 我在这里住了三天, 传说中在这里的修行的修者, 我始终是没看见一个, 或者, 他们的境界已经高到了能真正入定, 忘却了时间的境界了吧。 而成一个遗憾的地方就在于, 不能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让他们漫山遍野的能采来更多的好药。 当然, 他是遵守这里的规矩的, 只敢取一点点, 绝不敢断绝这些药的升级。 这也是采药人对自然的一种慈悲, 这里的严格的遵循着这种慈悲。 神经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成心哥见到, 得到了一条不算小的根须, 让成心哥是凤若珍宝。 我隐约地得知, 如果不是这些面具之人领着, 我们或许根本接触不到神经一点点。 那次无罗鬼看见, 怕也只是巧合。 智乎长老告诉我, 这神经呢, 也算是这片天地中有灵之物的一种了, 原本是绝不准触碰的, 这次是例外。 我听到这里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成心哥, 在我心里, 神经如若到了有灵的境界, 应该就是一个白乎乎的胖娃娃了吧。 他弄到一条根须, 不是把那胖娃娃的四肢给扯断了吗? 成心哥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 白了我一眼。 说出来让你震惊, 神经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这条根须不会把它怎么样的。 既然成心哥这样说了, 我也就不再追问什么, 其实我对那些药材什么的, 真的不是太感兴趣。 还有一个值得清醒的事情, 就是无老鬼终于好转了。 毕竟这里有极品巨鹰之地的存在, 所以生长了很多异样的植物。 这些东西可能人类不会拿来入药, 甚至对人类有害, 但对无老鬼有着大大的补益。 加上这里有着一个极品的巨鹰之地, 无老鬼的恢复是指日可待的。 而无老鬼最终也决定留在这里, 作为一个完全失去了投胎可能性的老鬼, 这里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他很轻松地对我们说道, 让如雪姑娘一个人留在这儿, 那不能够吧, 我得陪着, 你们俩独自早就看你们不顺眼了, 快点走,快点走吧。 其实我也很好奇投胎是怎么一回事, 无老鬼很茫然, 就说这是灵魂本能的东西, 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是错过了就错过了, 具体的他也是说不清楚。 接下来我继续问道, 那我想问问, 有地府吗?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一样有我好奇的地方存在, 只见无老鬼的脖子一梗, 对我说道, 我咋知道? 我一看他这样我就想抽他, 而他决定留下来的话, 是在送我们入龙墓的时候说的, 话很不客气, 但听来啊, 我却还是忍不住的伤感, 有时也探自己的命, 明明在心里, 是在抓住每一个对我重要的人, 对他们好, 和他们平静的相处, 可实际上, 我却在岁月中不停的失去, 如果失去, 也是一种修理, 那么好吧, 我伤感, 程兴哥却不客气, 对着无老鬼吼道, 看我不睡眼是不, 也好, 你绝对留下来, 我也不用供服你了, 老子现在我就抽你一顿, 我早就看你不睡眼了, 这无老鬼一下子缩起脖子大喊道, 这, 其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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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舍不得你们, 别, 别抽我, 别抽我啊, 这程兴哥一笑, 不可能真的抽他, 我们怎么可能与他计较, 所以刻意与他打闹一下, 也就转身走了, 只是走了没几步, 无老鬼的声音突然大声地从背后传来, 我是真的舍不得你们, 可我一个孤魂野鬼, 孩子在这里边, 养老好了, 我和程兴哥几乎同时脚步一停, 然后回头, 看见小喜小毛眼窜了出来, 一双清亮的眼睛里透出的, 是对我们的不熟, 终究还是要告别的, 我们对他们挥了挥手, 一切就尽在不言中吧, 这入了龙墓就能出去, 还真是奇怪, 程兴哥这时没话找话, 但是他的眼眶却有些红, 我紧紧地牵住如雪的手, 没有答话, 其实我也并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 龙墓就是我们这一次老林子之行的终点, 在中间, 我即将又失去了, 我也得到了, 可是这段岁月是真的过去了, 我原本以为开龙墓, 对于这些面具之人来说, 一定有一个什么神圣的仪式什么的, 然后才能打开龙墓, 却不想他们只是云淡风轻地让我们三个人前去就好了, 并告诉我们, 开门的机关就在藤蔓遮住的一旁, 很好找的, 我以为这些面具之人很凶啊, 毕竟壁画上, 他们还陷进人心给嫩狐狸, 没想到也不是这样啊, 我没接程兴哥的话, 而是随便找了一个话题扯淡, 如雪在一旁却说的, 也许就如丽雄说的吧, 既然人觉得吃动物没有什么不对, 那么动物吃人, 献心, 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只不过人类是万物之灵, 上帝的恩宠, 万物杀人过多, 是会沾染上极大的恶因的, 他们的心中, 或许也有不甘的疑问吧, 毕竟那么多年在这里固守, 按照智侯长老的说法, 是在怀念, 却也叹息, 人类根本不珍惜这份恩宠, 热衷于自相残杀, 我们都沉默了, 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几个能讨论出一个结果的, 这需要岁月让人的心性进步, 而不知不觉之间, 龙墓也已经到了, 还是这样一个凄凉的地方, 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了这扇石门之前, 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们能进去, 进去以后, 我和成星哥离开, 如雪和如下, 在门前, 如雪在召唤虫子, 而我和成星哥则找到了那个机关, 真的就在那些藤蔓之下, 很显眼, 也很简单的一个旋转色的机关, 然后就静静地等待如雪, 在如雪的召唤之下, 虫子很快就聚集在了一起, 就像是一大片铺天盖地的乌鱼。 我漠然无语地扭动了那个机关, 并不吃力, 很震惊那么多年以来, 这个机关依然灵活, 随着机关的扭动, 那石门发出了沉闷的东西, 然后缓缓地洞开了, 一股子烟沉的味道扑鼻而来, 一眼望去, 里面黑洞洞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成星哥忽然有些犹豫地望着, 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进去吗? 进去吗? 我紧紧地牵着如雪的手, 轻轻地回答他,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也就没有回头的可能。 我知道成星哥在担心什么, 可是尽管心疼, 但不后悔, 就是我现在唯一的态度。 我记得老张那一句话, 不能挽留, 那就祝福, 让女孩子心里不再有负担。 所以我在回答了之后, 很是干脆地就牵着如雪, 进入到那个看起来黑沉沉的入口。 和我想象的进入之后, 应该是一个绝大的黑暗大厅室。 借着外面的眼光, 我看见入口之处, 就是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厅, 没有任何的装饰, 只有一排古朴的繁体字, 迎天下有能之士。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三个人都呆住了, 因为在我们固执的思维里, 谁死之后都是希望能够长眠, 而长眠之地不受打扰。 怎么还有欢迎的意思? 而且是欢迎入目, 这未免太扯淡了吧。 可是整个小厅除了这一排字, 就没有任何的线索。 只剩下一个入口, 就在字的下方, 同样也是黑沉沉的。 我们三个都没有说话, 还是我牵着如雪, 首先进入了那个黑沉沉的入口。 程兴哥紧随其后, 借着那一片虫鱼, 也跟着涌入了笼。 在虫鱼的嗡嗡声中, 我们已经进入到那个入口, 却发现这是一道向下的阶梯, 就只是简简单单的阶梯。 两旁的石墙之上, 也没有任何的流字和雕刻。 在黑暗中, 有些看不清楚, 我们只能小心地沉默地往下走着。 可是这石堤好像是很长很长, 在绝对的黑暗中, 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的观念。 只能是本能地觉得向下走了很久很久, 大概有二十多分钟吧。 这石堤好像还是没有到尽头似的。 诚心哥突然开口道, 诚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走着石堤我有好几次都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才来这里, 穿门而过的感觉。 你们有感觉错, 我也是。 我尽量平静地回答, 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除了接受与平静, 我们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石堤给我的感觉是垂直向下的, 虽说尽量的平静, 我还是忍不住朝商看了。 既然是垂直向下, 总还是得看得见入口, 毕竟我们打开了龙墓, 阳光照进那个小厅, 入口处应该是有光的。 可是我发现哪里有什么入口啊? 入墓之处只是黑沉沉的一片。 我想我们所在的地方, 怕是又来了一次诡异的转移了吧。 我注意到了这一幕, 如雪和程兴哥自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一幕。 说不上是什么样的心情, 竟然有一种自己存在的这个个体, 已经身不由己的感觉。 但那些虫子依然飞舞得很欢快, 不太会思考也有不太会思考的好处, 不是吗? 走吧。 在鼻子狭长的空间里, 我的声音在回答, 但也确实只有继续先行。 又不知道在黑暗中走了多久, 完全没有时间的概念, 或者是走了四十分钟, 或者是走了一个小时。 那种透骨的不安, 让虫子的嗡鸣声都变得悦耳了些。 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 这时候程兴哥都那么一句, 这是要走到地牢天荒啊。 如果不是那诡异的穿越岸, 我会觉得, 我们会一直沿着这条路, 走到地心去。 我回了程兴哥一句话, 如雪一直都很安静, 直到这时候, 他才忽然开口说道, 我有感觉快到了, 因为虫子的反应很大, 那种强大的气息, 是会吸引虫子的。 是吗? 程兴哥不置可否地接了一句, 可下一刻他就说道, 真的快到了吧? 在黑暗中走了那么久, 我们的眼睛多多少少, 也有一些适应黑暗。 程兴哥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看见了, 前面的两阶阶梯之后, 就有一个拐角。 走了这么久, 我们一直都在垂直向下, 有个拐角, 那就意味着真的快要到了。 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 走入了那个拐角。 只是走入的一瞬间,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遮住了眼睛, 因为终于有光了, 而且是很亮的。 适应了好一会儿, 我才睁开眼睛, 看着眼前的遗迹。 我们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叹, 这就是真正的进入到龙墓了吗? 我曾经见过华丽的嫩狐狸老巢, 也见过鲁繁明的金箔地下室, 可这俩地方夹起来, 也不如眼前的这一条走廊华里。 每隔两米, 就有一盏纯金打造的长明灯, 地上整齐的镶嵌的, 竟然是一块块打磨得很好的翡翠。 而墙的两边呢, 也是用翡翠镶嵌的, 上面有着华丽的浮雕, 浮雕的关键位置, 都是用金银, 宝石来表达颜色。 面对着眼前的华丽, 我几乎是目然地说道, 成心哥, 帝王墓算什么? 我们如果有心带走这里的一些东西, 我想我们就发财了, 也不用去努力赚钱往旁来的钱了, 对不对? 财不动人心, 我自问对钱财没有太大的追求, 可是面对如今的珠光宝器, 我骨子里还是本能的心动。 这是刻进人类灵魂的东西, 要摆脱还是比较困难。 成心哥悠悠地说道, 这个怕是没有办法吧, 你看, 他说着指着我们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入口处的墙壁, 上面有一段文字的浮雕, 内容是用文言文书写的, 其中第一句话就有着具体的说明,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这里面的东西, 属于主人的私人爱好, 想必到这里的人, 对于这些俗世之物, 也就不感兴趣了, 当然是可以拿走, 但是后果自负。 我们显然不是道夫者, 我们还有着很多的信仰和顾忌, 绝不以为主人写上这么一句是危言耸听, 所以看到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决定了, 绝对带走这里的任何金银财宝, 哪怕是一颗小小的宝石。 可那一段话我还是接着看下去了, 越看越觉得心惊而激动。 到最后我已经是心跳加速, 口干舌脏, 处于一种难以相信的状态了, 不仅是我, 程兴哥也一样, 他有一个一激动就喜欢抓人肩膀, 手臂的习惯。 我感觉程兴哥的手, 在我肩膀上是越收越紧。 可是我们因为心情的激动, 我是感觉不到疼痛。 程兴哥也感觉不到用力, 直到事后我才看见, 我的肩膀都被抓得一片淤青。 这篇文字不长, 用文言文书写大概也就几百字, 可是里面有我们最想知道的信息, 还有很多谜题都迎刃而解。 我们仔细地看着每一句, 并且把每一句都精确地翻译了。 这段文字确切地说, 是在说一条龙的生前身后什么? 这墓的主张的确是一条龙, 确切地说是一条来自于昆仑之龙。 在其中一小段, 有它对着昆仑的记忆。 我激动地看着那里的每一个字, 在它的描述下, 昆仑是一个永远处在柔和阳光 和蒙蒙雾气的地方, 那里的空间是和这里不一样的, 不是那么具体的, 所以可以说那里是被无限放大了。 那里很美, 美到什么程度, 在文字里并没有具体的形容, 只是我努力地去理解那一句话, 大概就是任万物有灵地去装扮自然, 山绿, 水清, 一切都是本有的色彩, 充满了生机和原始之门。 而这一切, 都包裹在充足清新甜美的气当中。 在那里生活的一切, 都是高等的生命体, 其中有的存在, 会思考的存在。 他们的思想贴近自然, 不排斥斗争的天道, 却有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结果, 继而向上。 那种存在的思想散发着光辉, 约束着内里的持续, 对下方充满着怜悯, 也有失望。 总之, 这一条龙怀念的魅力, 一直怀念的。 这一段回忆过后, 又是一段叙述, 而这一段叙述和如雪一开始给我讲的传说, 和我后来知道的线索, 印证了起来, 昆仑传道。 那一段回忆具体的来由, 那一条龙并不是很清楚, 他的叙述里只是说, 在某一天, 在那里的一些存在, 决定用特殊的手法动开昆仑之门, 接受一些下方的人来到昆仑袭道。 而凡事是有因皆有果的, 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讲是逆天的。 而昆仑同样在天道的掌握之下, 这种逆天就是破坏了下方自由前进的脚步, 从一定程度上去改变了一些事情的走向, 这是极其的严重的。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的一滴冷汗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很简单, 我从小从师父那儿就得知, 就是逆天改命是极大因果。 这种因果是很难去偿还的, 获及自己的几生几世不说, 甚至连累家人。 一个人逆天改命都是如此大的因果逆战, 更何况按照这篇文章的技术, 在内里的一些存在, 几乎是在改变着一个族群的前进脚步, 那是何等的可怕。 想到了这些, 我忍不住地留下了冷汗, 不敢想象这种结果是要如何承担。 我继续地看下去, 上面清楚地记述着, 这样的事情不被允许, 也很快就会被阻止, 没有让它扩大化, 但是事情已经是发生了, 已经开始了一段因, 自然也是要留下果。 动开昆仑之门这种事情是逆天的, 就算某些厉害的存在, 也不能很好地去稳定每一个昆仑之门。 所以昆仑的某一些存在, 已经遗留在了下界, 恶果已经种下, 什么时候带来灾难, 那也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就是因果, 也是上天刻意带来的惩罚。 读到这里, 我的心跳再次加快了, 我还能想到什么? 那肯定就是昆仑之祸。 我想我也见过它, 紫色的植物, 紫色的恶魔虫。 是的, 它们原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 它们已经带来了灾难, 或者正在带来灾难, 或者还隐藏着。 这个恶果可大可小, 大的话就是整个世界就蔓延开去, 小的话就是及时被阻止。 再或者, 一些已经造成影响了, 被生生地压了下去。 我忽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师祖如此潇洒之人, 会便由天下去阻止一些事情? 师父也积极地参与一些事情, 那是因为师祖如今几乎可以肯定是得到过昆仑传道。 他这样做, 会不会就是为了自己的师父来消灾一些恶果呢? 毕竟他也得到了昆仑传道, 他也是阴的一个, 由阴结果, 那是再正常不过。 而这条龙也是无辜的, 他是生活在昆仑之龙族群里的一条龙而已, 因为动开昆仑之门, 空间不定, 他是莫名其妙地掉落在了下方。 在接下来的一段就是讲述这条龙在下方的一些事情, 讲得很简单, 说来也不过就是几件事, 初来下方的不适应, 后来找到了一个勉强气充足可以让自己生存躲藏的地方, 而后, 为了打发岁月, 收服了四大妖魂, 刻意地结交一些修者, 当然了, 终究也是想要回到家乡的。 不过现实总是让人失望的, 他达不到回到家乡的条件, 或者他认为自己也算入了恶果中的一劫, 可是他深信因果, 也知道上天对人类的恩宠, 所以约束着自己的行为, 一直安忍地度过岁月, 也不停地还是在寻找着方法回去, 但最后他尝试了很多办法, 他也只能停留在这里, 慢慢地, 到后来他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毕竟下方和他的故乡是不同的, 在这里, 他没有那么悠长的寿命, 于是他准备在生命尽头的时候孤注一掷, 想破开一些屏障, 回到昆仑。 但是那惊天的行动却还是失败了, 他凝聚了自己全部能力的一抓, 不仅失败了, 而且令到高等的法则产生了微小的错乱, 他注定葬身于此, 可对故乡的倦宁怎么可以停止, 所以他在这里修建了龙墓, 这个龙墓就建在这个世间少有的灵秀之地, 并大振聚集着灵气, 开辟了数间修士, 只期待那时的昆仑传导者能来到这里, 在他真正的埋骨之地, 那错乱的地方再次破开屏蔽, 把他的尸身带回到昆仑。 这一片文言文, 记述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 可是我和成星哥, 起码足足地待立了五分钟, 这才恢复了正常的思考能力。 诚意, 你看见了吗? 成星哥一开口, 竟然问我的是如此傻的问题。 啊, 我, 我看见了。 我也傻傻地回答, 这里真的是龙之墓, 是来自昆仑的龙, 所以说它是仙人墓也没错,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 师祖和师父都来过这里吧, 往里走我们就会得到答案吗? 我这样回答着, 只是在回答的同时, 我还是心思在翻头, 那是如何威势的一击, 想要打开帐壁, 时间和空间一直是道理的最高法律, 竟然能引起微小的错乱吗? 太过逆天了。 可是世界真的不存在这样的错乱的地方吗? 也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吗? 我想应该这里不是唯一被掩盖下来的事情不说, 就是一些已经流传开来的事情, 比如说失踪的客机, 失踪的人, 忽然重叠的街道, 看见了另外一个空间。 那些一次次的辟谣是假的吗? 我只能说不知道, 因为我原本以为那些和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就算我是一个修者, 但是也不是世界之谜的探索者。 除了我滑下的道路, 我连那个传得神乎其神的亚特兰蒂斯文明 都不曾有过半分的兴趣。 但到了如今, 看见这篇震撼的文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总不能说一条龙也在吹牛吧。 带着这样的心情, 我们继续行行。 这一条长长的走廊, 除了珠光宝气和入口的那篇文章, 也没有任何值得探究的地方。 那些壁画雕刻的犹如大师的手柄, 但大多也是简略地记述了龙的一些事情。 比如授业于妖物, 收服四大妖什么的。 这一切在我读过那篇关于昆仑的文章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在这一条走廊走完之后, 我们进入到另外一条走廊, 也不由得感慨。 比起那些机关摆出的王侯将相之墓, 这龙墓简直是简单的令人发指。 入墓的这一条走廊就更加的简单了, 连珠光宝器, 富丽堂皇都已经消失了。 只是轻拾堆砌而成, 简单的, 没有任何的装饰。 除了那依旧华丽的长明灯, 另外就是这走廊的两边, 对应着一间间的房间。 房间有多少?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里的长明灯到后面, 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 尽头是一片模糊的黑暗, 我们也看不清楚, 只能是前行。 而到这里我也能莫名的 明白入墓之时那一句话, 大概是欢迎天下有能知识的话。 原来这条龙只是想 让她的尸骨能回到故乡。 我不明白昆仑到底发生了什么, 或者下方又该有怎么样的劫难, 让昆仑的有能知识 不惜逆天动开昆仑之门。 我也明白空间和时间 是多么至高的法则, 所以我只能叹息, 那一次的事件 确实让很多昆仑的存在 也算是承受了恶物。 我甚至想起了那紫色的虫子, 在捕花的技术中 不是也想要回到家乡吗? 一路走着, 那些房间我们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而房间的门没有上锁, 只是普通的同门。 推开了去, 里面也没有多余的沉舍, 一石床, 一扑团, 一石桌而已。 可是一进房间, 我就感觉到那澎湃的修者 需要的灵气。 那条龙, 果然是开辟了这样的修士, 并且把灵气 集中在了这里, 以供以后有昆仑得到者, 或者是有关于昆仑的人 在这里修宝。 按照这样的镜事, 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可是在墙上的一排流字 却又是那么的明显。 我们走过去仔细地看了, 上面的流字异常地简单, 昆仑得到者苏正流字, 在此十年有余, 未得寸空, 黯然离去, 若他日有解决之道, 定回, 带遗骸归去。 就是如此简单的流字, 也让我们深吸了一口气, 说明真的有昆仑人来到这里, 可惜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是黯然离去。 以至于以后, 我们猜测, 可能也是最终没有办法的, 否则龙墓不会继续存在。 怎么说这也算是我道家的前辈, 我和程新歌恭敬地拜了拜, 然后静静地离开了这间修室。 接着, 我们继续前行, 而每间静室, 我们都会去一一查探。 有少数没有流字, 但大多数都有流字, 大概的意思都是没能成功, 黯然地离去。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流字都那么简单, 也有叮嘱后人如果来到这里, 要如何如何, 有什么吩咐。 看这些是大不敬的, 所以只要与我们无关, 我们也不敢多看, 只能是恭敬地离去。 走过了有十二三间静室,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流字的几乎都是昆仑得道之人, 而没有人重复地使用一间静室, 这让我难看, 那一时代的昆仑授业, 其实真的没有扩大多少的影响, 因为被阻止, 从静室里流字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默默地前行, 前方随着我们的前行, 也能清楚地看见, 竟然是一道类似于古代房屋, 屋前的一道影臂, 挡在了那里。 影臂上面雕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舞爪之龙, 这时我们也才看见, 房间只剩下了七间, 原来这里只有二十间静室, 如雪静静地盯着那一道影臂, 神情让我有一些看不懂, 而我心里却隐隐地有一些着急, 因为师祖说过的一切答案都在龙墓之中, 从记载到现在, 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只能继续前行, 连接走过四间静室, 我们都没有看见任何的流子, 反而判断那四间静室是不像有人来过的地方, 毕竟人活动过的房间和没有人来过的是绝对不一样的, 就从房间的灰尘都可以判断出来, 只剩下三间静室, 我难以按耐着自己极切的心情, 很干脆地对成心哥说道, 我们干脆反过来看吧, 你知道, 师祖是很厉害的, 万一他就想用最靠里的一切呢? 不是, 你, 你这什么理论呢你? 最厉害的和最靠里的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成心哥莫名其妙地看着, 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我也不想去想一遍, 而是很干脆地就直接走到了最后一间密室。 除了一开始的那一间和最后的一间, 其他的密室都是两两相对的, 我也懒得去管为什么龙木会这样修建, 只是带着有些急切的心情就推开了最后一间静审大门。 一进入这间静审大门, 我就感觉到一股灵气上冲的气势。 这股气势来得太过猛烈, 让我立刻抱怨手艺, 不敢丝毫让那股子灵气冲入我的体内。